OK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另外一种贴图的方法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 Unwrap UVW 贴图 那这个在中文版的名称叫做 它叫做 UVW 展开 那这一个功能呢 我们先选取这个物体 然后直接给它这个展开 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 当我们执行这个修改器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些绿色的线 已经在这一个 在我们这个物体里面出现 那它也帮我们做一些 就是一个 区分的一个动作 那这种贴图的 方式呢 其实它被大量应用在 这个 游戏上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来做 我们可以透过自己 绘图 去绘制这些材质 然后再进行这个 材质的这个贴图的动作 那怎么样去操作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先 解释一下说我的做法 就是说因为我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鱼呢 它本身眼睛的部分 还有标签的部分 其实这个贴图并没有很复杂 但是重点是在这个标签的部分 跟眼睛的部分 那预期的部分我们希望有 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线贴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 模型呢 你选择 一个贴图的方式 如果说 你想要做比较 复杂一点的贴图 你可以用这个 UNWAP 这个UVW贴图 方式来贴 那 它叫做UVW展开的这个贴图方式 那首先呢我要先把眼睛跟身体做一个区隔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完成它呢 首先你要打开这个 UVBench器 好 然后 我先选择这个 一半的身体 好 选择一半的身体 好 那如果说 想要比较快速的方式 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 我先把这三段 我先选择一半 我先做一半 因为我另外一半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可以选择就是用一半的 做一半 到时候我在做对称的方式来做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先 先编辑一下我的这个 模型 因为它现在目前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现在把它切半 所以呢 我先把另外一半删除 我先选择这一边 好 然后我们要把它删除掉 好 好 这个是比较快 因为我的另外一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只要做一边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等一下做 在做貼图完 再做对阵期间 另外一边就是一样的 好 那现在呢 我再加一次这个 UVW的一个展开贴图 好 你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的这个 外框 然后 底部这个地方 它们自动放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要的是 身体 跟标签部分 我们到时候要分开做 好 那现在呢 我先 全部选取 我先把它全部选取 好 后面部分没有选取到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按住 按住 按下 我们要重新的去 编辑它的 这个贴图的形状 那眼镜的部分呢 我们 可以考虑不要选 所以你可以按 基本上 ALT間 把它反选取 眼镜到这个部分 好 做这个就是 需要一点点耐心 好 选取的是一个 很烦的 枯燥 乏味的事情 好 大概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加选 按Ctrl 键去加选 这个 透过旋转这个 视窗部分呢 做一个 加选的动作 好 检查一下 眼镜部分呢 我们是要另外做 另外把它拆开 那现在 我们现在只有拆身体的部分 OK 因为它现在预设的不是我要的 我们重新去选取它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打开这个 UVW貼图 OK 那现在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个形状 不是很正确 所以呢 我们选择这个 快速平面贴图 好 这时候你看 当我使用这个功能之后呢 它 会依照我们这个选取的这个 好 这个外框 好 形成这个 这个 鱼的这个侧面的这个形状 好 那我们 选取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移动到旁边 好 好 然后其他部分 那眼睛的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 好 好 我们现在选取的 选取的部分是 有包含的这个 除了眼睛之后 我们还有包含前面部分 所以呢 好 我应该是选取这个部分 好 这个部分应该 好 放大来看 这个地方 好 应该是眼睛的部位 好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快速平面贴图 好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眼睛的 这个位置就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好 那它现在有点大 所以呢 我们可以 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 好 我们先把它移到旁边来 好 这个可以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 你可以用 好 好 鼠的中间滚软去做 缩小放大的功能 好 最后呢 我们可以选取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 其实是平身内部部分 好 那我们 好 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挪到旁边一点 好 那我们也可以做 一样 就是把它做快速平面贴图 好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呢 我们要移到旁边 其实 其实 它这个在内部 它跟瓶子的颜色是一样 好 所以这个 我每次到时候可以跟它这个 再接在一起 所以我现在呢 一样是把它缩小一点点 好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先 站直 好 这样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 已经 选好之后呢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我们这个贴图的这个 形状 好 我们先 移到我们这个 这个范围 这个黑色框框范围里面 就是 到时候呢 我们会去做一个 编修的 输出 我们会 到时候再进入 这个 Foreshare里面 去做一个 编修的动作 就是画 那个 切图的部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还缺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 整理一下 还缺一个东西 缺那个 标签的部分 那标签部分呢 我们 等一下 我来做 选取 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 鱼呢 身体 稍微再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点点 好 然后呢 我们去选取 这个部位 对好 你看我这边选取呢 其实 我们可以同时 显示在我们的这个 视窗里面 好 我觉得 是有点太大 选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好 那 嗯 如果说你要单独贴 单独贴 这个 展开 这个也可以 或者说你直接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一样是 从这边直接画 OK 那 嗯 应该是 应该是用这个来直接画就可以了 好 OK 然后现在呢 接下来的动作是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的这个 贴图部分 这个形状 那我们先看起来 这个部分是 还蛮算完整的 所以我就先 这部分 这部分就不改了 好 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地方呢 这是它的外框的部分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 顶点啊 就是我们像多边形的 这个顶点 或者是这个 点线面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调整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调整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但是 当我们点到这个 呃 要做这个之前 你先把这个比例呢 先跟它缩放的 差不多大小 好 不然等一下 接在一起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形状会变得很奇怪 好 我现在把它缩小一点点 再缩小一点 好 那这个是缩放工具 差不多大小 可以看一下 好 好 移动它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就是选择这个 这个编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就是Edge的工具 要选到 再选一次 好 好 连续点两下 它就整条选取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 这里面有一个缝合的这些功能 那我们可以选取 这个缝合到目标 OK 它都接起来 那我们 这个瓶口的部分呢 当然我们可以再做 一些微条 可以再做一些 形状的微条 这个部分其实没有很重要 花太多时间在这里 但是 这边讲说 可以这样子来进行 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贴图的这个形状的一个修正 好 那这是瓶口的部分 好 这是瓶口瓶子内部部分 那我们这样大概完成了 那我们稍微 整理一下 我们大概位置 然后我们这一个 稍微把它转正一点 稍微把它转正一点 OK 然后这个部分其实 也只是 只是都是同个颜色 我们不需要 特别去 调整它 如果说 你今天是要 画得很精细 那 你必须要做 就是说 我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像这些那种 有 重叠在一起 我们可能要把它 做一个整理 翻圆一下 那因为我们 这个 鱼的这个 本身 它这个鱼体部分 都是同个颜色 所以我就可以 省略这个部分 那一般正常来讲 那一般正常来讲 你需要把 这个线段 整理 像这样子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怎么去整理 你可以 透过这个 点线面的 编辑 可以稍微 做一些整理 可以把它拉开一点点 像这样子 那当然我讲过 这个 调整这个 有时候会比较 花湿 大概 大概 它有提供一个叫做 松弛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 它可以把 整个 物体呢 做一个松弛的效果 那我们 也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 你可以选择 这个 多边形 然后 把它选起来 然后 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 工具 这边有一个 松弛 就是说 我把这个形状呢 把它放松 就是把它 它重新计算 让它形状 做一个 修正 你们看到 那 那有时候 这个松弛的 不一定 是我想要的 那我们可以 这边有一些 不同的选择 好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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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 稍微 还原一下 好 OK 这是让你大概知道 比如说眼镜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松弛 那我们多边形 叫松弛 好 你看它松弛完的结果就是 但是这个 看起来 整个 整个形状 它的这个 尖格 看起来 都差不多 好 那 当然 好 我们可以 呃 用手工 用手 慢慢去 調整它 也是一个选项 OK 好 手工是比较花时间 但是你可以 比较容易掌握 你想要的 这个 这个形状 好 啊 现在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来做一个 这个 贴图的输出 就是说 我想要 依照 这个 编辑好的 这个 这个 形状去做 绘制的动作 好 这个 稍微再缩小一点点 用它 移动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来找到 这个 有一个渲染 UVW的模板 好 我们来 把这张 就是一套 依照这个画面 好 变成一个图档的模式 好 好 那这边有 这边有 这边有一个设置 就是说 它的宽度 你可以自己设定 好 好 一般来讲 就是用预设就好 然后 我们现在渲染 UV模板 UV模板 好 好 那 它 有跑出来 但是因为我的画面 可能 擋不到了 所以我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好 OK 好 所以你看 我现在 渲染完之后呢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好 那其实它就是一张 贴图啦 那我们把它存档 先把它存成 嗯 我们可以把它 考虑存成透明的图档 PNG档 比如说 就打一个名字 叫做Fish Fish Fish Body 好 FishBody OK 那我就保存 好 那它 这个 预设是透明的 这个背景 所以按 确定 OK 这时候 啊 我们就可以来 Photoshop 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 刚刚那个贴图把它叫出来 好 把它叫 就是把它打开 好 我现在 找到我的资料 找到这个FishBody OK 打开 好 那现在 看起来 是 哦 就是我们刚看到它 那个 哦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呢 就是 这个形状就是刚刚我们那个 呃 呃 在这个贴图 做 编辑的这个形状 是一样的 大小就是一样的 OK 好 那现在我们新增一个 图层 因为这样子不太方便看 所以我现在 新增个图层之后 我先给它一点点底色 好 这个底色呢 我可以给它一点点灰色 OK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贴图 那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的格线 我们可以 就是说 哦 就是说来 直接来绘图 好 那我们新增再新增一个图层 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开始来 编辑形状 就是说 绘制这个形状 好 那我现在 好 因为这个本身呢 这个瓶子本身呢 是绿色 所以我可以 稍微 大一点点 所以我用这个 这个选取工具呢 先选取它的外框 稍微大一点 好 然后我 填一个绿色的部分 绿色 然后 上面这层是 我们输出来的一个贴图 所以这一层是我们要填色的 我们现在把它做油漆桶工具 打开 刚刚不小心按到 OK 好 这是 这个是 身体部分 啊 因为我们身体部分呢 它其实还有这个 标签部分 那标签部分呢 我们可以考虑 透过这个 大概画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再新增一个图层 好 然后呢 我 一样 我们用这个线条 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线呢 我们来做绘制 好 因为我们 目前呢 这个是用它 没有平滑过的一个 的这个模型 所以它都比较 有这个大型的 这个 边 那 我们经常照这个线的话 那 等一下我们在 模型在平滑 贴的图完之后 平滑效果的时候呢 它就会 比较 好 会 按照它原来的形状 去做这个 平滑的效果 好 那现在呢 我 新增一个图层完之后呢 我们来上色 我现在 考虑 先来给它一个白色 好 然后眼睛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眼睛的部分呢 好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选取工具 好 那因为会有这个线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 还是考虑用这一个 好 因为它整个都是白色 所以我们只要选到黑眼球的部分 就可以了 我现在选 这一个 一样是选 我要从外观开始选 因为它眼球是白色 所以呢 所以呢 那我们 再新增一个图层 好 接上 没有 这个图层要我拉下来 这个 往下拉 好 然后 好 那我们先试着 嗯 把它输出 它输出 它输出 之后 我们先试贴看看 看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 这个隔线的部分 关系掉 好 然后我们先做一个出纸贴图 我们可以再回头再做一些 细部的修正 好 好 先把它处存 好 把它处存成 JPG格式 然后 现在用FishBuddy Map 用它存个名称 然后我们回到3D Maps里面 我们现在把这个先锁起来 或是关注就可以 跟它锁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 把财枝球打开 好 我们选一个财枝 然后这边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 名称 然后这个贴图的这个 我们这个 通道呢 我们选择 位图 因为这个 这个英文版的位置都不太一样 所以 这应该是Dit Map 所以 点下去 之后呢 去找到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找到 这个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 点它之后呢 我们指定这个贴图 好 然后把这个 是从 漱口中显示名案处理的材质 打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贴图 已经有 已经有了 好 那现在呢 我要再做一个动作 我要做一个对称的效果 所以我打开这个 点到这个 鱼的身体之后 我们修改器 然后找到往个编辑 找到对称 好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 看不到嘛 对不对 好 那时候我们做一个翻转 OK 然后我们现在呢 嗯 一样是给它一个平衡 效果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好 看到这个眼睛的部分 是白色 然后这个 好 那 呃 现在呢 我们 那如果说像这个位置 如果说会这样子 我们可以 在贴图里面做修正就可以 好 那现在呢 我们 我们继续来 呃 切图做一个 绘制的修正 好 那现在呢 这个部分要加个眼睛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原始的这个 设计图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 标签的 这个 颜色 那 一个边框 好 现在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 包厦里面做修正 所以 我们把 这个 呃 参考图打开 然后我们在 呃 新增一个图枕 我现在是要画 这个 眼镜的部分 那我们直接做一个 圆 这个圆 颜色的部分 眼睛小一点 ok 那 如果有时候 这种 我们刚这个 渲染的 这个 配图的 这个图呢 这个参考图呢 我们 也可以 呃 如果说白色会 看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Ctrl-U 把它改成 这个 灰阶的部分 好 黑色部分 甚至我们 透明度呢 可以把它造成 降低一点 这只是一个 参考 一个 线条而已 如果说 怕旋刀 可以把它 暂时先锁定 我就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 太原始的图 然后 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光大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再绘制 那个 颜色 就是 这个 标签部分 那 当然 我们可以 就是 我先把 这个 改成 紫色的部分 然后在中间 再画一段 白色 方法很多种 你可以考虑 用那种方式 现在呢 我把它 选取 来 找一下 紫色的部分 跟蓝色多一点 大概这样 可以看 按住 这个 Ctrl 键 Ctrl 键 点一下这个图等 它都可以快速选取 然后呢 我们就 填色 等下再存 先Ctrl D把它取消 然后再新增一个图层 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再做 位置内圈的部分 好 选择 白色的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继续 把它存档 先把上面这个 参考线 把它换掉 然后再存档 好 存档 按 取代 给到我们3DMAC 新增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 好 我们这一个 贴图 这个里面部分就完成 可以把这个边面 把它换去看看 然后我们 这个贴图呢 给它一个高光 我们可以来 展展看看 好 然后 当然 如果说 这种 贴置贴图方式 有点好 就是说 你可以加一些效果 比如说 你想要让这个屏幕 看起来 舅舅帅 的话 你可以找一些 比如说像 如果打开这个 这个 这个 找到一张贴图 它是一张旧的一个贴图 旧材贴图 所以我们可以去 把它群里就放了 好 再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把它贴上去 升级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嗯 铺盖的方式 铺盖的方式 那 看起来 这个瓶子看起来 有点旧旧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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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重新覆盖 这个 图片档 好 这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这个 鱼呢 这个瓶子看起来 就有点脏脏的效果 哦 这个是 我们 哦 非常用到的一个方式